各位姐妹,今天的四经金句是 那听了话,而了解的人,他当然结实 《玛道福音》13章23节 今天这一段福音记载,耶稣解释杀种比喻 其实四种情况,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 不是一种人,而是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自己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情况 都会出现这四种 是怎样呢? 听了天主的话,就是杀种子 听了天主的话,可以跌在路边的,我们可以拒绝 不听,当耳边风 又或者听了之后,都挺高兴,挺喜欢,挺好听 好像很多人在彌撒之后,都走过来跟我们的神父说 你刚才说到你很好听,很吸引 但是怎样呢? 生活没有改变的 一样的,有心无力 又或者,我努力了,我去生活了 我去实践一下 谁知道,当有些困难了,要付出 要牺牲,要做灵修,要拿时间出来 要付出,要为人服务 哎呀,不要了,不要了 这样呢? 又惊激了,又有些诱惑了 有些世俗的焦虑 也见不出果实了 唯有好的土地 好的土地 就是了解,听了他的说话 接受 接受了说话,然后他了解 这个了解很明显,不只是知识方面 而是那种知行合一的了解 认识 因为认识这个词在圣经里面 时常有一个很深的意思 好像玛利亚接受天使的报喜时 玛利亚说,我不认识男人 是这个认识 是了解在这里 是对天使的说话 咀嚼 信靠 以他的说话来到 作为自己 生活里面的宗旨 整个生命的方向 这样的话 我们的 在天使的说话里面 我们有根 我们的生活有一个重心 我们知道自己是 要走到哪里 因此 会结实 各位兄弟姐妹 如果大家 有种过东西 或者养小动物 你会体会 这个大自然 生命很奥妙 我们要做的 像这个种子那样 你等在这个深田里面 去了解它 去默想它 然后按照这个生活 慢慢结出果实 这个结果实 不是我们 我们就信 好像这个大自然的生命 很奥妙的 天主会完成祂的计划 而我们呢 我们是祂的工具 跟祂合作 天主的说话 其实就是 爱情的说话 上主爱我们 我们是在祂眼中 在祂的心里面 是可爱的 各位兄弟姐妹 让我们相信天主的说话 这样的话呢 我们都会结出 爱情的果实 就是 将这份爱 和更多人分享 那听了话 而了解的人 他当然结实 马逗呼音 13章 23节